Hello!HFA澳洲粉丝! 今天的影片可谓是上一条片的延续 上一次来到伊士活吃过海南鸡饭 但因为上次的美食广场我去得比较早 所以大部份的店铺都没开 今晚趁早下下班的关系 马上驾车游到伊士活 看看这个美食广场晚上的情况 夜晚这个美食广场很漂亮 所有的霓虹肛馆都穿着 马上走进去兜一个圈 看到店铺都开门了 这间店是卖煎饼和果子 另外旁边这间店是卖广东式的肠粉 看到它还有牛腩、牛杂和牛丸 旁边这间店是在装修 不知道它会卖什么吃呢? 再旁边这间店是卖臭豆腐 是台式那一款 再旁边这间上次也有开的 是卖滷水食品 再旁边这间上次也有开的 就是卖一些特色的饮品 又入地开的 直接聊到另一边 原来这里都开吩 所以日本老板上次也开吩 接著我主打就是來看這裡 我們上次在這裡買了一個海南雞飯和一個雞的叉燒飯 但是今天原來已經買完了,所以就沒有人排隊了 接著旁邊還有兩檔 最後這一檔是賣串燒 雖然這個美食廣場的檔口不是特別多 但是我覺得也挺有特色的 當然最特色的就是門口有一架這麼舊式的 Volkswagen Half-for-Wenn 這個美食廣場真是很有香港大排檔和大達的感覺 大家下次離開伊士活,又不妨來到這個美食廣場看看吧 好啦,簡簡單單的一條片又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按個LIKE、SHARE這條片出去 給點留言,以及按下個小鈴鐺 如果還未訂閱HFA澳洲找食的朋友,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還要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掰掰 我們下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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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 рол Mac